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洛国富生死时刻又遭弃用 赛后正式摊牌离铁 宣布下一站去向决定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备受大家喜爱的洛国富 众所周知啊 在近期洛国富成为了国足球迷热议的对象 虽然说洛国富是一名规划球员 但是啊 洛国富带给球迷的感动啊 甚至超过了国足本土队了 很多球迷心目中 已经将洛国富当成了中国人 在上一场 与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啊 洛国富再次啊 展现去了顽强的拼搏斗志 虽然说洛国富最终没有获得进球 但是啊 洛国富满场奔跑的场景啊 依然在球迷的脑海中浮现 那么其实啊 这场比赛 李铁指导的争议换人 再次引发了球迷的热议 当比赛进行到八十分左右的时候啊 李铁再一次将洛国富 阿兰等规划球员替换下场 很多球迷啊 还是难以理解 洛国富阿兰作为两名优秀的规划球员 难道他们的体能具备还没有国内球员强大吗 既然已经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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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大利亚 依然是在统一起跑线 当时的比分 是1比1 最后10分钟应该是国主的 生死时刻 洛果夫肯定希望 在球队最需要的他的时候 他能够留在场上 奋斗,但是呢 尼田没有给他机会 那么最终啊 国主也是遗憾的罗大利亚 战品只拿到了一个几分 对于国主小组曲线的形式 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洛果夫 在生死时刻再一次 惨遭弃勿 也让很多球迷 为他较软 如果说 在前面的比赛中 洛果夫能够得到 大量的上场时间 也许啊国主现在的曲径 要更为乐观 那么本场澳大利亚 队的比赛 球队之所以能够 逼平强大的对手 主要啊 来源于两个攻权球 一个就是 洛果夫 顽强 奋战的斗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凭借着 吴磊 顶具压力的 顶球 破门 帮助国主啊 逼平了澳大利亚 那么在赛后啊 国主头号明星 吴磊 也是正式 摊牌了 那么吴磊啊 也是谈到了 关于 国主的 一些问题 并且表态啊 接下来的比赛 依然会 奋战到底 那么另外 洛果夫 在赛后啊 也是 摊牌了 当然了 洛果夫并不是 接受采访 而是在 社交媒体上面呢 正式摊牌 因为很多球迷 都在关心 洛果夫 未来的去向 众所周知 国主的 另外一位 规划球员 阿兰 已经宣布啊 即将会 离队 返回巴西 大家害怕了 洛果夫也会效仿 那么面对 球迷的提问啊 洛果夫在 社交媒体上面啊 正式回应 宣布了自己的 下一站去向 那就是啊 我不会 回巴西 这六个字啊 真的 让很多球迷 热泪盈眶 虽然说 国主接下来的 四场比赛啊 晋级形势 岌岌可危 但是啊 只要国主 还有一些机会 洛果夫 就不会放弃 确实 令很多球迷 敬佩 反观 离铁举帅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依然还在甩锅 他认为啊 举客场 区别很大 如果说国主 能够在客场 作战的话 很可能 传取六分 很多情谊认为啊 难以接受 作为一名 举帅 在这个时候啊 还去找那些 客观的理由 确实是啊 有一些 可笑 那么 离铁啊 还采用了 外场 战术 认为啊 国主队员在外面 国外打球啊 很可能 等等一些因素 为什么 离铁从始至终 都没有思考过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中 为什么 没有给这些 规划球员 大量的登场时间呢 本场比赛 规划球员首发登场 最终逼平了强大的澳大利亚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前面的四场比赛 也是采用这样的 排兵不正 那么也许 国主 现在的取经啊 要更为乐观 小民伙伴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时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